下面我把这个呢 在我进入的技术点之前 大家也经常就是想 如果我去面试的话 我怎么 deal 其实这个不光是针对 Data Analyst 但我现在这里边可能更 以这个咱们这种Data Analyst 或者针对性的这种SQL Question 作为今天的这种 主要的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体会吧 我这里列了三条 但是我会把它再稍微的展开的讲一下 最主要的就是在interview 你肯定对方一般在这种情况 可能不一定是manager 因为manager一般会为一些general的问题 这个可能偏技术点 尤其是做Data Analyst 咱们就假设就是一个懂SQL的 或者数据库的这么一个技术人员 公司的不管是architect 或者同样的Senior Data Analyst 或者是Data Scientist 他被manager叫来 可能会给你他做准备好一些题 比如刚才那interview的Question 当然你是去之前 你是不知道你也准备好了 可能你想象的这些东西 比如底下我这个桑头 但是有些东西你可能不一定想到 在这种情况下 到底怎么样来面对这种东西 这是一个比较general的 这么一个处理这么一个过程 我谈一下自己的体会 重要的就是三点 第一就是主要的就是要理解 他想要你干嘛 Full Understand Requirement 就是他不管是问哪个问题 一定要完全理解他到底问什么 不要着急去 去开始找自己solution 第二是一定要不清楚了 那你可能开始 你觉得你可以清楚 但是如果你任何不清楚的话 模棱连可的话 一定要问问题 这是必须的 不要是好像自己觉得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就开始做了 最后反回来 又理解错了 那时间已经结束了 这是 所以呢这个Do Not的话 那自然之间是前面要求你说 那就一定不能够 咱还都没理解的情况下 一方面是关于这个Question本身 就是这个让你干这事情 像刚才这个底下的问题 还要他后面这个数据集 他肯定是我刚才讲了 不管是桑博数据库 还是自己创建的一个简单的 就是引破译也好 什么也好 或者当时他会给你一个 一个小的数据集 哪怕就几条数据 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本身 和他后边的这给你提供的数据 这两点都要都要搞清楚 这个呢 我再想说一下呢 而且在除了这样的话呢 我再有一些体会 就是说你把这个做的这个过程呢 大家有时候看那个电视里头 尤其在西方这种电视里 你会看到他会把自己的思索的过程 有的是在电视里头 其实他会说出来怎么解决这问题 而且大家如果在这边呆的时间长以后 尤其上过这边大学 或者有的大家上过这边的高中啊 学校的话 很注重这个过程 尤其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话 会写说 我记得咱们很受的教育 或者有的现在也可能在慢慢的提高 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是 我就要把答案写出来 可能就可以很多情况下 但是这个呢 更强调你能够把你这个 这个咱们叫所有的这个process 就你想的这个过程啊 一步一步的话 你要能写出来 或者能说出来的话 这个还是能够给这个interviewer 一个很深的印象 他知道你是一个怎么样的 这么一个分析过程 但这个要看情况 我想强调的就是说 包括你自己 如果尽可能的话 这包括平时啊 当然interviewer的时候 我觉得是包括有的是在白板上 有的时候可能给你一个纸 有可能是现在这种remote的话 可能在电脑上 你如果在时间允许 还是比较能快的话 我觉得写下这个你的所有process的话 我觉得是没有 没有坏处 是可以可以加分的啊 而且尤其是 其实你做最后那步 或者分析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些差错也好 或者可能怎么说呢 就有点理解不对的 但这个过程上人觉得 哎 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晰啊 分析非常好 好 另一个呢 我就觉得这个啊 咱们讲的这种这种态度啊 或者老外讲的话 就是attitude matters 呃就是你给人的感觉呢 就是你在这个包括就是这个secret interview啊 整个感觉你要给人一个非常positive 这么一个attitude啊 就让你感觉这个 虽然可能有时候说白了 就哪怕你不会这个东西 你让人感觉出来 哎 我是一个能够很会分析 而且我能够听你来给我讲这些东西 而且我不懂了 我会问 同时我有自己独立的这种啊 这种思考啊 同时你还能够尊重这种interview啊 跟你做个面试的人 这种本身这种态度啊 比这个可能就是回答这问题本身啊 还重要 所以这个大家在这个面试这种过程 即使这种technical interview的过程 哪怕这种远程的这种过程啊 别人还是能感到感觉到你这个态度啊 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呢 就是如果哎呀我真的不会啊 这个一定不要紧张啊 你可以呢 就说啊 这说白了 哪怕你那时候脑子都一片空白的时候 这时候你也不要让人感觉出你特别的慌张啊 你可以说这个确实比如真的不会了 或者脑子那时候真的空白了 你可以转移一下啊 讲一下你类似的比如处理过 但真的这个来讲 可能就是以前你可以讲一些 我怎么样处理一些 跟这个数据库相关的 或者相关的一些经验啊 包括一些你碰到一些比较难的这个statement啊 怎么处理 这是因为你可以把啊 这个你现在脑子空白这段时间 能够转移到一个让别人能看到你 如何处理这种啊 比较困难环境这种能力 这也是也是也是可以的啊 就不要彻底的当那就是 彻底乱乱了乱了阵脚啊 这个我觉得就一点一点细没有了啊 啊这个等可能也是要一定的这个培养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有可能啊 一般大家都去面试这些公司呢之前啊 除了杨老师以前讲的就是说比如针对性的啊 就interviewer自己啊 他如果能了解谁能面试你对这人的这种期望啊等等 我说的是如果针对这个这个 cq language 这种面试 或者针对这种 data analysis 的面试 他肯定是要希望你去公司做一些数据的这种相关的分析吗 啊不管是哪个部门或者最后产生的东西 如果可能啊 我觉得总归是没有坏处 对公司还要有一定的 research 就对这种公司的了解 当然你要能够看他一些 现在有一些公司一般都有一些不落了 包括 engineer 部门啊 尤其是数据啊 data engineer 部门 他就会写一些他的技术的文章 如果有可能去看一看的话的话 可以对他们的数据库的 还有一些数据分析啊 data science 做一些了解 这样你可以有意识的啊 或者在这之前对他可能会问问题 或者一些数据集啊 都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能增加自己的一些信心啊 这个就是我的一些体会啊 你怎么样能够啊 在面试之前啊 和在面试之中啊 来来针对性的啊 做一些准备 对性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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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组织 在面试后